哈嘍 大家好 這天網上肺腑揚揚的傳到中國大陸 開始有革命性的反抗 反抗中國共產黨的欺凌政策 引爆點是新疆 說死了10個人 待會我們再來具體講 對於中國中國人 雖然喊出了一些比六四更進步的口號 但是因為中國人 中國人任何人都是共產黨的機器和螺絲鈴 都是共產黨的支持者 就清零也是 基本上所有的中國人 都是清零政策的筷子手 有的是這些穿上大白的衣服 有的是舉報 或者是相付街頭等等 中國人這個民族 我是不看好 至於別人看不開好的是別人的事情 跟我基本上是沒有關係 雖然中國人喊了不少口號 海外一些人評論就是中國有希望了 他們清醒了 答醒了 中國人真的行了嗎 No 中國人不可能行了 中國人靠自己 當然要靠自己 必須靠自己 中國必須革命 要徹底革命 但靠中國人 僅僅靠中國人 自己起來革命 自己起來建立正確 那是不可能的事情 就算共產黨垮了 中國人也建立不好自己的正確 中國人本身就沒有契約陰審 沒有契約陰審 沒有契約陰審 沒有這個民主自由的要求 沒有限制的要求 中國人這麼多年來 共產黨打壓中國人 死了幾個億的人 非正常死亡 但中國人從來沒有革命的要求 沒有這個反對共產黨的要求 沒有這個民主自由的要求 雖然他們不敢喊出來 但我知道的中國人 就是這麼一個德性 就這麼一個人 我們評價中國人叫什麼人呢 現在網上說中國人是韭菜 像中國人韭菜都不是 韭菜還要有一定的地位 一定的財產才能夠叫韭菜 那麼中國人叫肥料 肥料還差不多 因為中國人只能做肥料 中國人不僅是只能做肥料 而且中國人是責務人 他沒有思想 沒有努力的精神 沒有爭取民主自由的精神 所以中國人只能是肥料和這個責務人 要靠這樣的人建立國家 要靠這樣的人推翻共產黨 那是很遙遠的 結實是共產黨倒落 同樣是很遙遠 因為中國人不可能建立正常的政權 中國人不可能有正常的思維 所以我對中國人看法不好 當然現在中國人喊了一些進步的口號 當然要支持 當然要支持 堅持支持 而且希望全世界的這個愛好和平的國家 愛好和平的人民都要起來支持中國人 不過不僅要支持中國人 而且要參與中國人的鬥爭 不然的話中國人是不可能成功的 就成功了他們也是專制 也是恐怖的 所以呢 我們在這裡談的問題是中國人 不管他喊什麼口號 何況還在中國 就在海外的中國人呢 在海外的中國人 比在中國大陸統治下的中國人還要恐怖 還要黑暗還要邪惡 這就是中國人 所以中國人只能做韭菜 只能做肥料 只能做這個 只有人 不要對中國人抱著任何希望 任何人對中國人抱著希望 都是自欺欺人 那麼 那麼現在中國的引爆點是說 新疆死了10個人 防控風控 這個火災 造人死亡10個人 那是火災嗎 那是共產黨直接放火把這個樓層全部燒掉 結果這才是10個人嗎 這個樓 如果說這個樓 500人 起碼就死了百分之八九十嘛 你跑掉嗎 門是封的 大門是鐵漢的 小門是封的 你往哪裏跑 你往哪裏跑 你往哪裏逃 我說 500人計算的話 死百分之九十都是保守的計算了 何況它的大樓是上千人 上好多千人都可能有 就新疆這次封控 可以說早就死了 早就死了 好多個百萬 好多個百萬 甚至上千萬了 就中國這次清零 這兩三年的清零 這兩三年的這個 這個 關於病毒方面 特別共產黨通過病毒殺害的人 起碼在上億 好多個千萬了 遠遠超出好多個千萬了 當然 中國如果是 中國人如果是革命 如果好多個千萬都可能成功了 但中國人不革命 他不需要革命 中國人就是好死不如奈何 還有個說法叫什麽呢 還有什麽什麽烏龜法 有什麽事情說回去 這個話我忘了 我記不起了 好死不如奈何嘛 寧願從別人的這個跨下 這個過去 都不要站著走過去 這就是中國人 我不是說句句中國人不好 中國人本身就不好 本身就是問題 中國人本身就是問題 中國人本身就是病毒 就是人類的病毒 那為什麽別人這樣看 那中國人自己要好好想一想 為什麽全世界對中國人看法不好 全世界的中國人 海外華人的道路是越走越窄 基本上海外華人 基本上沒有路 可以說沒有全世界任何國家 沒有任何的人對中國人有好感 只是他們不會輕易說出來 那麽將來其他的民族 其他國家的人 要對中國人要採取行動 那中國人是最有應的 因爲你 你始終的說你是中國人 你不是他國家的人 人家把你採取辦法處理 那你不是最有應的嗎 因爲你不是他國家的人 而且他的國家搞破壞 當然該處理你啊 中國大陸的人通過這次清零 開始起來有所動足 據說好多個省 好多大學都已經出來了 都已經站起來了 那是好事情 解決支持中國人站起來 但是中國人 你不推翻共產黨 只要共產黨還存在 你是必死無理 也就是說 現在的中國人 你要想活下去 你必須是 你死我活的鬥爭 就中國人 喊幾句口號 那共產黨就垮了嗎 就喊幾句口號 就成功了嗎 那是不可能的事情 中國人的道路還遙遠 非常非常遙遠 中國人的路 可能還有幾千年 人類還會跟你幾千年嗎 這就是中國人的現實 那麼現在我說的意思是 中國人雖然在有些口號 有些行為是好事情 我們得支持他 我們得鼓勵他們 那麼如果說中國人 僅僅是喊幾句口號 我們就覺得他怎麼樣怎麼樣了嗎 不要抱著這支希望 我們要看 要以觀後笑 看過幾百年 看過幾千年 看中國人是什麼情況 那才能夠定 現在的中國人幾乎沒有一個 沒有一個是正常的人 沒有一個 不僅是中國大陸的中國人 海外中國人都是一樣的 海外華人華僑都是一個電信 都是一個樣沒有一個好東西 OK Thank you so much 希望朋友們訂閱我的頻道 投資我的美食公司計畫 Thank you so much Goodbye bye